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解析 在新墨西哥州 一位法官玛丽 马洛 索莫裁定 雅利克 鲍德温在Rust 片场致命枪击案中的联合制片人角色与非自愿过失杀人罪的审判无关 法官认为 鲍德温的制片人身份不应在审判中提及支持了辩护律师的立场 这一决定将如何影响案件进展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激烈争论又会如何收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晚的特别节目《今夜聊个透》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件备受关注的案件 及亚利克·鲍德温在电影Rust片场枪击事件中的法律责任问题 这篇文章出自英国著名媒体《卫报》 详细揭示了在新墨西哥州发生的一起案件中的最新进展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案件的背景 2021年10月 西部电影Rust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悲剧 导致摄影师哈琳娜 哈钦斯不幸身亡 导演乔尔苏扎受伤 当时 亚利克·鲍德温在片场进行排练时 手中的左轮手枪意外走火 尽管鲍德温辩称自己只是拉回了枪锤而非扳机 但事件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法律诉讼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之一是鲍德温在枪击事件中的责任认定 作为联合制片人和演员的双重身份 检察官试图在审判中强调其制片人身份所带来的责任 然而 本周一 法官玛丽·马洛·索莫裁定 鲍德温的联合制片人身份与非自愿过失杀人罪的审判无关 这一决定支持了辩护律师的立场 及鲍德温作为演员的行为 不应因为其制片人身份而被放大或混淆 法官索莫在裁定中明确表示 检察官未能成功证明鲍德温作为制片人 对片场安全负有高度责任 他认为检察官试图将鲍德温的制片人身份 与他在片场的行为挂钩 这种做法难以接受 特别检察官艾琳达·约翰逊 虽然未能说服法官允许这一证据 但他强调鲍德温在片场的行为是疏忽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法庭上 鲍德温坐在他的首席律师卢克尼卡斯和亚历克斯·斯皮罗之间 桌子上放着一个黄色的法律笔记本 审判将在周二开始选出陪审团 预计持续10天 上个月鲍德温的律师要求撤销此案 理由是联邦调查局对枪支的测试损坏了武器 导致无法检验其可能的修改 辩护团队声称 枪支在事件发生时已经损坏 并指控检察官隐瞒了可能的无罪证据 尽管法官拒绝了撤销请求 但他表示 检察官必须向陪审团披露枪支测试的破坏性质 由此造成的损失及其相关性和重要性 辩护律师要求法官排除对鲍德温 联合制片人角色的考虑 认为这与疏忽指控无关 可能会混淆陪审团 而检察官则坚持认为 作为制片人的重要角色 可能使鲍德温胆大妄为 无视他人安全 违背枪支安全规程 双方在如何处理武器和安全的工作合同上存在明显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 州工作场所安全调查发现片场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 但这一调查的完整性和可信度成为了争议点 法官同意禁止在审判中使用这些调查结果 因为这些结果容易被更具可靠性的信息反驳 鲍德温被指控犯有一项非自愿过失杀人罪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 而片场的武器专家勒汉纳古铁雷斯 李德也因为哈钦斯的死亡 被判非自愿过失杀人罪 目前正在上诉 在这起事件中 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对鲍德温的指控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制片人身份 而是因为他在处理枪支时的行为 鲍德温声称 枪支在他按照指示 将其指向站在摄影机后的哈钦斯时意外走火 而他没有拉动扳机 只是拉回了枪锤 这种解释在法律上 将成为辩护的一个重要焦点 此外 辩护律师还希望在审判中禁止讨论 1993年电影《乌鸦》中布兰登 理应拍摄事故 重弹身亡的事件 称这与本案无关 尽管检察官同意 不引出该事件的证词 但他们认为鲍德温应该知道 即使没有实弹 枪支也存在安全风险 辩护律师则认为 实弹出现在片场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 检察官还希望排除一封 由工作人签署的信 该信反驳了 REST片场在致命枪击事件前混乱或危险的描述 他们认为 该信件可能会影响 陪审团对片场安全状况的判断 检察官还希望排除 对致命枪击事件的安全调查结论 该调查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助理导演 代夫霍尔斯 霍尔斯已对疏忽使用枪支的指控不认罪 可能会在鲍德温的审判中作证 REST电影制作公司已经支付了10万美元的罚款 以解决2023年达成的和解协议中 被描述为严重但非故意的州安全法规定违规行为 检察官认为 这份调查结论容易被更可靠的信息所反驳 而鲍德温的律师则坚称 该报告不能被排除在证据之外 州职业安全官员洛伦佐 蒙托亚应被允许在审判中作证 除此之外 另一项审前动议 可能会缓解检察官和辩护团队之间的争执 检察官希望法官排除 对检察官不当行为的指控和人身攻击 他们还希望法官排除旨在为鲍德温赢得同情的证据和论点 包括表示 毁忆或事件对其家庭的影响 认为这些与确定罪责无关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起案件 无疑可以引发深思 首先 这是一起悲剧事件 不仅夺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摄影师的生命 还对电影行业的安全标准提出了严峻的质疑 其次 案件中的法律复杂性和责任认定 尤其是鲍德温作为演员和制片人的双重身份 使得审判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 最后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 在电影制作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如何确保片场安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关注这一案件的进展 欢迎您持续关注 今夜聊个透 感谢收看 祝各位晚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新墨西哥州进行的 有关西部电影Rust 片场枪击案的审判中 一位法官玛丽 马洛 索莫 Mary Marlowe Summer 与周一裁定 演员亚历克 鲍德温 Alex Baldwin 作为该电影的联合制片人身份 与非自愿过失杀人罪的审判无关 这一裁定支持了辩护律师的主张 即不应在审判中提及鲍德温的制片人角色 索莫法官在裁定中指出 难以接受检察官的观点 即鲍德温作为制片人 为遵循指导方针 进而导致哈钦斯女士 Helena Hutchins的死亡 法官强调 不接受关于鲍德温制片人身份的证据 特别检察官埃琳达 约翰逊 而Linda Johnson 试图说服法官 鲍德温作为制片人 应对片场安全 负有高度责任 但未能成功 鲍德温的辩护律师指出 鲍德温的制片人身份 与疏忽指控无关 可能会混淆陪审团 检察官则认为 鲍德温作为制片人的重要角色 可能使他无视安全规程 进而违反枪支安全规条 双方在鲍德温作为制片人 对片场安全措施的责任上 存在分歧 审判背景中 2021年10月 鲍德温在片场排练时 使用一把左轮手枪 该枪意外走火 导致摄影师哈钦斯死亡 导演乔尔 苏扎 周欧·苏瑟 受伤 鲍德温已经对非资源过失 杀人罪指控 表示不认罪 他声称 枪支在他按照指示 将其指向哈钦斯时 意外走火 鲍德温辩称 他拉回了枪锤 而非扳机 枪支就走火了 在审前动议中 鲍德温的律师 要求撤销此案 理由是 联邦调查局 对枪支的测试损坏了武器 无法检查其可能的修改 索莫法官拒绝了撤销请求 但要求检察官 向陪审团披露枪支测试的 破坏性质 由此造成的损失 及其相关性和重要性 此外 审前动议还涉及 禁止讨论其他影视作品中的枪支事故 例如1993年演员布兰登 李 Brandon Lee 在拍摄乌鸦 The Crow 时音腹部重担致死的事件 检察官同意 不引出乌鸦事件的证词 但强调 鲍德温应该知道 即使没有实弹 枪支也存在安全风险 检察官和辩护律师 还就Rust片场的安全调查结论 存在分歧 检察官希望排除该调查结论 并排除由工作人员签署的 反驳片场混乱或危险的信件 索莫法官表示 调查结论不能被排除在证据之外 并允许州 职业安全官员洛伦佐 蒙托亚 Larenzo Montoya 在审判中作证 此案的审理 将于周二开始 选择陪审团 预计持续10天 若鲍德温被判有罪 将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位法官的裁定对于雅历克 鲍德温来说 简直是天降神柱 要知道 在影视制作中 制片人角色多半是挂名 真正的决策和操作权是别人干的 试问 这么多电影拍出来 制片人能每个剧组都管得这么细吗 简直就是要诈钱人家 鲍德温难道还要去检查每一颗子弹吗 倒不如干脆让他去当保安算了 楚天书 你这说法也太轻描淡写了吧 作为联合制片人 鲍德温难道不应该对片场的安全负责吗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你看看历史上的教训 像布兰登里的惨剧 难道还不够让人警醒吗 制片人责任重大 不是挂个名就能推卸掉的 鲍德温不仅是演员 还是整个片场的领导者 这样的责任很疏忽怎能轻易放过 谢琪琪 你这就有点不讲道理了吧 人家鲍德温只是按指导排练 结果枪就走火了 你这样指责他 干脆让演员每次排练都带防弹衣好了 就好比拿破仑打滑铁卢 连他手下的士兵都要负责吗 再说了 制片人就算是领导 但具体技术操作还是专业人员负责 穿了白袍不一定是医生 懂吧 楚天书 你这比喻也太夸张了吧 拿破仑打滑铁卢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是片场安全 两回事啊 别混淆试听 再说了 鲍德温自己也说过 他知道枪支的安全风险 那他有没有认真检查过呢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条人命 制片人的责任是无可推卸的 如果这次放过了 其他片场还敢对安全掉以轻心吗 爱 谢琪琪 你这话就有点上纲上线了 每个人都想要片场安全 但再怎么严谨也有出错的可能 鲍德温已经不认罪 并且表示自己只是按指导操作 这么苛责他 难道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吗 这样下去 谁还敢当制片人 你要知道 法律也是要考虑人性的 不能因为一个意外就把整个制度搞垮 这样对谁都不公平啊 楚天书 你这样讲就是在为鲍德温开脱 法律之所以存在 就是要对每个人负责 如果鲍德温作为制片人 不需要对片场的安全负责 那以后谁来负责 片场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归属 这样的话 出事了都可以推给意外 那要法律来干嘛 你看那些老牌制片人 哪个不是兢兢业业 把安全当成头等大事 鲍德温这次缺乏责任性 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样才能给其他人一个警示作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挨压 这场 RUST 片场枪击案 真的是一部现实中的法律大戏 法官玛丽 马洛 索莫 Mary Marlowe Sommer 就像个严肃的导演 才定不允许在审判中提及 雅丽克 鲍德温的制片人身份 这可真是给辩护律师们加了不少戏 法官表示 证明鲍德温在片场作为制片人 没有遵循指导方针 然后再推导出他作为演员也犯了错 这简直就是编个太空歌剧来诬陷人家 索莫 法官的言下之意是 别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这样只会把陪审团搞得像听天书一样 特别检察官埃琳达 约翰逊 尔伦德 Johnson 倒是很想把鲍德温的制片人身份拉进来 表示这关系到他对片场的认知和疏忽行为 问题是 这位法官可不吃这一套 直接打出不接受的牌 把检察官搞得像吃了只苍蝇一样无奈 鲍德温的律师们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之前还提出撤销此案的请求 理由是FBI搞砸了枪支测试 致使他们无法检察可能的修改 这波操作就像是试图把桌上的牌都扔掉 重新洗一遍 索莫法官也不含糊 拒绝了撤销请求 表示你们这些律师没能证明 检察官有恶意行为 但要检察官向陪审团 披露枪支测试的问题 这一来一回 真是让人感觉在看一场制斗大戏 而说到鲍德温被指控的 非自愿过失杀人罪 如果真被定罪 他最高可能面临18个月的监禁 这下鲍德温可能肚子里的草稿纸都撕碎了吧 还有影片的武器专家汉纳 古铁雷斯 李德 Hana Gutierrez Reed 也被判了同样的罪 目前正在上诉 2021年10月那场致命枪击事件 鲍德温表示自己只是按照指示拉回了枪锤 结果枪支就走火 导致哈欽斯死亡 导演也受了伤 这情节简直比西部片还刺激 检察官还想把之前布兰登 李、Brandon Lee 在1993年拍摄乌鸦 The Crow意外重担致死的视力拉进来 试图用历史事件来增强说服力 鲍德温的律师果断表示 No 说这完全不相关 法官也觉得这些就是不值得提 就连Rust片场的安全调查结果 检察官都想排除 他们希望别用那份调查报告来混淆视听 鲍德温这边的律师则觉得报告还是有价值的 坚持要让州职业安全官员在法庭上作证 这场法律战争真的是你来我往 逗得不亦乐乎 总之 这场官司不仅是法律的较量 更像是一场激烈的西部电影 只是场景从荒野转移到了法庭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案件肯定会成为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